剛來看到就是這個異質原子檔 那您要做到像這樣這個魚這樣動 那很容易出現的是倒著咬或者是 圈頭這樣 這樣來前景 我先用傳統的方式做一次給老師參考 來我把這個先還原一下 好 OK像這樣子 那我先用傳統的方式 我再按右鍵 這是更加導引線動畫對不對 好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大家都會 那我把它拉前面一點 來在這邊 好 那我就把路鍵把它畫下來 你要怎麼繞其實都還好 反正最後會回家就好了 OK 那麼現在呢 這個一樣我把它鎖起來 鎖住 現在這個魚 我們就拉過來 那它的中心點其實在這邊 所以這樣會吸入 好這是起點 那我們到後面 這個地方 插入關鍵一個 中點把它拉下來 鎖住 好確認了 那麼中間產生 啊對了 老師以前我們在做動畫 您都是按右鍵嗎 還是從屬性面板這邊 右鍵 不過老師我習慣按右鍵 前來會有出現靈異狀況 你沒有注意過 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如果常喜歡用右鍵的 以前的方法 在原鍵庫常會有古鍵動畫一 古鍵動畫二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用右鍵 因為你用右鍵 如果你從屬性內的就不會 真的 真的 為什麼 因為啊 老師我們很多時候在做的時候啊 你的一個影格裡面 常常有兩個以上的物件 你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結果你做按右鍵的時候 它會跟現在新版的一樣 但是它沒有提醒你 它就直接幫你 先轉成所謂的圖像 就幫你做動畫 所以你常常會 其實為什麼會補鍵動畫一 補鍵到後 然後看得不順眼就把它沾掉 動畫就不見了 呵呵呵 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那只是 很道歉的是 CS破以後 屬性面板沒有 只能按右鍵 傳統的啦 傳統的 好那 沒辦法 只能這樣子做啦 所以我已經現在已經建立好了 我們看一下 半列園的倒著油的 有齁 對不對 所以呢 那怎麼樣才會併動 呵呵呵 你看我們飛機繞圓好了 你看飛機如果你要繞著它這個圓 有沒有發現它會繞著它 對不對 為什麼齁 因為這裡有開一個東西 這裡 叫做沿向路徑 什麼叫沿向路徑 你如果這個不打開 平常是不打開的 它是會讓飛 有沒有倒著飛 所以 那所謂的沿向路徑呢 就好像我們的 騎頭歪歪歪 你在轉彎的時候 練起來就這樣 哇 會沿著那個 槍槽 那麼所謂的沿向路徑呢 其實它就是 幫你 假設你在飛機在這裡 它會記住你現在 跟這個路線的角度 所以呢 它就永遠都導著這個角度 這樣了解 所以你看我們剛剛飛機說 我是這樣子 在這裡是這樣 然後到這邊 是不是導著這個角度 有沒有 嘿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想到這樣 把沿向路徑把它勾起來 你就知道 什麼叫平洞 這跟法項亮的方向有關係 對不對 哈哈哈哈 沒錯吧 對 所以這個感染不能勾 勾了就怪怪的 那怎麼辦 如果用傳統的做法 其實我們在這邊會像這樣子 好 游到這邊 這邊要改個方向了 所以我在這裡 插入關鍵盒 因為要插入關鍵盒 才能改 所以你也要卡通一點 用電線關鍵 变就变了 這樣 那你來這邊 走來這裡 卡通一點 記得要增加關鍵盒 F6 不過我這樣是比較不精準 如果老師你要比較精準 不然等一下它 游游怎麼會長大變小 怪怪的 你可以把那個 有一個叫變形工具叫出來 好 變形工具的話 你可以看到 其實有沒有發現 我這個真的不精準 對不對 所以你利用這個方式 你可以把它變百分之百 好 那我們再到這邊 欸 游游游游游到這邊 好 你再轉個彎 好F6 那你再轉這邊 轉一下 不過老師要注意一下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這樣翻轉 照理來講應該是變負的對不對 哪來正的往這邊 我這樣翻不是翻了180度嗎 但是在FH裡面 它舊的版本 也就是說 應該說現在 它這個變形一直都沒有變 就是都一直在舊版本 它沒有負值 所以你有發現我翻轉過來還是百分之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就會有點混淆 到底哪一邊是正的回大長 好 就搞不好清楚 那這個可能就是舊版本的問題 等一下我們看新版它就沒有 它又分成很清楚 正就是正 負就是負 好 所以這樣子 余兒 真的可以回家的話 好 30 所以你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很卡通 可以啦 你 我們不是要變3D 這樣 給你看那個過程 那麼我們來看看新版的做法 新版的 好 這個我就把它翻圓一下 新版的 一樣 但是 這個 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是要先變成補典動畫對不對 好 然後我把路徑把它畫好 好 一樣我先把它畫好 好 假設這樣又回家 好 那麼 這個呢 我就把它摳起來 來 這條 太細了一點點 好 把它Copy 給它 好 把它貼上 原地貼上就好 好 現在我可以確認一件事情 這條線我把它翻掉 有沒有 把褲子 對不對 會倒著油的 那怎麼樣讓它不會倒著油 我們來看 這個時候你要跟這個做結合 我們先拉拉拉拉 拉到這邊 是不是在這裡 好 你看到這個所謂的 移動編輯器 好 等一下號 我要點到它才行 好 點到這邊 點到這邊 那 你看一下好 點到這裡面 我這邊是不是要增加一個關鍵桿 那我們來看看 我要做的不是做移動 我是要做變形 好 變形 那請問是哪一個軸向的變形 不然啊 老實在問是哪一個軸向的 老實在問是哪一個軸向的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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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是歪 對不對 因為這歪子 對 對對對 因為那個其實你就分清楚 那 當然這邊因為我們有 你假設要變3D 這樣它也可以 就是有那個 可是 你會偷看到它沒有厚度 對 反而會怪怪的 那 那不用吧 我們這邊就像這樣的 來 我把這個地方 這個真的面板有點小 那稍微把它關起來 你看這個 我們先在這邊 你在這邊是不是要加入關鍵格 對不對 那怎麼樣加入關鍵格 在這裡 有沒有這裡有一點 有沒有 好小一點 這個 這個 平行就是可以加關鍵一個 你看 我們在這邊 我針對歪走 等一下 有沒有多一個 對不對 當然 你按右線這裡也有 好 那麼我這裡加了一個之後 我如果直接把它變 這裡變負的100 不好意思 歪走不對 呵呵 因為我是翻轉 所以這個是 等一下 是不是變這樣 所以你看 新版的它就有分 就是正負它分得很清楚 但是如果你是這樣子的話 哇 上版 齁 直接用這樣翻的 怪怪的對不對 所以其實老師要再往前一格 現在是在第九格 這裡 請問 這裡要增加一個關鍵格 好 等一下 我在這邊 插入一個關鍵格 可是這裡要怎麼樣 這裡板 也就是這一格跟下一格是直接翻 唉 是不是一樣很卡通 前面是不是都維持這個角度 後面是維持這個角度 你了解意思了嗎 等於說你用兩個關鍵格 在這邊來講的話 等於你要用兩個 前面是維持 然後後面翻 後差一個就翻 差一個就翻 所以如果坐到這邊 好坐到這裡 到這邊我也要增加一個 這裡是維持的 然後我下一格 就馬上就編100 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呢 你就可以像這樣 這樣有沒有一樣 有沒有 所以我想我把這兩個比較一下 可能老師以後 你說用這個新版的 所謂的補件 也許會比較清楚一點點說 它這個界面大概怎麼 因為它的界面其實現在變得比較複雜 所以你可能需要一點點時間 視力怎麼樣 那可能我們今天大致上 就只能到這邊 喔 不知道老師有沒有什麼問題 分擦分間 我有幫你算嗎 哈哈哈哈 還OK啦齁 好好好